嗨,大家好,我是Enter,欢迎来到Enterbox 结许上次开上了QNAP TVS672N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台NAS使用后的感受 那刚好我们这边有一个QNAP的耳罩式耳机 所以留言你最喜欢TVS672N这台NAS的优点 我们会抽出一位送出这款耳机哦 那首先看到TPS672N的CPU 搭载Intel第八代i38100T 那这颗i38100T 虽然从会组电脑的人的角度来说 会觉得这就是一台文书机的等级吧 而且还是略弱版的8100T 但是这个规格在家用型的NAS来说已经是很高阶了 加上Intel在第八代的效能是突飞猛进 号称i3打i5,i5打i7 所以这颗8100T可是四核心 四直行序的处理器哦 所以在整个使用上都是非常的顺畅 几乎也都没有机会把处理器的效能吃满 记忆体部分是两个Sodim 出厂安装了两条2GB 所以总共是4GB 对于NAS平常处理储存档案的资料 搜寻档案 这些用途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足够 那如果是要做虚拟机 或是伺服器这种比较吃重的服务 才需要考虑扩充到8GB或16GB 所以这两条可以更换的Sodim就会非常的方便 在扩充性方面 672N跟672XT 同样都有两个可以扩充的PCIe slot 不过672XT因为有Thunderbolt 3的功能 是透过扩充卡达成的 所以它只剩下一个PCIe 相较之下 672N有两个PCIe 扩充上就更为弹性 这也是这次开箱672N的一大主因 我们会在里面安装一张10GB的网路扩充卡 让它同时可以支援10GB跟5GB的网路连接 硬碟部分 这次我们直接灌满6颗4TB 细节的NAS HDD 所以总共是24TB 全部装满后 哇整台NAS的重量都是沉甸甸的 也真的是价值不菲啊 那M.2 SSD的部分 这次搭配使用的是TekQ的M.2 2280 NVMe PCIe Gen3002的SSD 虽然从官网上看 TVS672N的支援列表中 并没有TekQ的SSD 但是因为去年我们有尝试在TVS472XT上面使用过 所以TekQ的SSD的整个速度都有发挥出来 也很稳定没什么问题 加上考量到 X72XT跟X72N 这两个机种其实有非常高的相似度 所以估计QNAP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因此觉得这个搭配应该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这次会放两条SSD在里面 那这两条SSD的分配呢 我们会先将一条SSD 作为独立的一个储存空间 那么近期的大档案就会先放在里面 那另外一条SSD 则与6颗4TB的HDD 组成一个储存池 作为QTIR的快据功能 那这两条SSD呢 TekQ的SSD都可以达到900Mbps左右的速度 所以在整体的使用上都很顺利 速度也很符合预期 672N也有非常豪华的Io 前置有一个USB3.1 Gen2 Type-A 方便平常连接读卡机 随身碟 外接固态硬碟 让速度都能发挥出来 那而且还有一键备份的按钮 透过HBS的设定 可以设定不同的备份模式 后面的Io也非常多 网络方面有一个5G跟两个1G 那HDMI的规格是2.0版的 所以能够支援4K 60fps 而60fps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作为生产力工具 在效率上可以明显感觉到 比30fps好很多 像是基本的移动滑鼠 就不会觉得卡卡的 USB方面也非常符合预期 因为目前我们的外接设备 几乎都是能够达到10G的外接装置 像是SSD为大宗 而一般市面上几乎没有NAS 同时提供了这么多的USB3.1 Gen2 而且Type-C Type-A都有 那QNAP的NAS在这方面 真的是提供最完整最多的厂商 672N前面已经有一个USB3.1 Gen2 Type-A 背后还有4个 USB3.1分别有两个Type-C 两个Type-A 其中Type-C还有支援5V 3A15W的充电功能 总共5个USB3.1 Gen2 其实这个数量都已经比许多 小型桌上型的电脑还要猛了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真的觉得QNAP给的很足 非常棒 这次TPS672N主打的就是有5G的网络功能 不过你会想说 我们一般电脑只有一G怎么办 所以这次QNAP又在主推 USB转5G的转接器 型号是QNAUC5G1T 它能够方便桌机、笔电 都能跟NAS建立5G的网络 那么UC5G1T这个转接器 不只可以支援5G 也同时支援2.5G还有1G 那我们再思考到接下来Intel 应该会推出蛮多产品都会支援2.5G 所以以后也能让电脑跟电脑之间通过这个转接器 可以连接更快的网络 UC5G1T的外壳主要是以铝合金为主 那同时它也是FanLess的设计 所以实际使用时是会有一些温度 但相较Thunderbolt 3转10G的网络转接器来说 其实并不会感觉到 续航力被大幅的吸走 所以这款转接器能够让笔电的续航力更强 特别的是 这个转接器使用的是USB的协定 所以通用性会非常高 不像10G的 现在目前都只能通过Thunderbolt 3来转接 因此能够支援的装置其实非常少 相较之下 用USB来连接的 这个通用性就非常高了 很多装置都可以用 所以以后有机会也想要试试看 在手机上能不能使用 前面也有提到 我们觉得67RN比较划算 因为它的扩充性比较好 所以我们也在这台NAS上 安装了10G的网络扩充卡 让原本只支援5G的NAS 也能支援到10G QNAP官方的10G网络扩充卡型号是 QXG 10G ET 这张卡可以将PCIe 转接成一个10G网络 不过如果是想要两个10G网络的 QXG 10G 2T 107这张扩充卡 目前它是不在672N的相容信列表上面 好的那说回原本的这张扩充卡 其实安装上面也不会很难 只是比较繁琐一点 像是拆完机壳以后 还要把电源供应器移开才能安装 那么安装的过程呢 我们会放在另外一部影片 另外一部开箱和组装的影片里面会有介绍 那电脑方面呢 同样我们也是用iMac来做连接 做网络磁叠机 然后再做测速 不过iMac不像iMac Pro 有内建10G的网络 所以呢一样要透过转接器 那这个转接器刚好我们以前就有了 就是Q&A的T3 10G ET来做转接 那么以Blackmagic还有Asia的测速来看 大概写入都有在950Mbps左右 那读取大概在750Mbps左右 那讲到这个Soundboard3转10G的转接器 比较特别的是有两个型号 T3 10G ET 不同于T3 10G ES S结尾的呢它只能支援10G网络 但是T结尾的它是Muty的 可以支援10G、5G、2.5G、1G 甚至100Mbps它都可以 所以呢用这颗转接器来连接672N 也可以建立出5G的网络哦 那先前使用472XD的时候 发现有个小困扰 就是其实有Soundboard是非常非常快啦 但是线材的长度其实就会限制了使用的距离 因此NAS基本上也就只能放在工作桌的附近来使用 但是这个系列的NAS因为它效能都很强 所以风扇也都蛮多颗的 然后再加上机械硬碟运转的声音 哇这个机器的噪音真的是有点太大了 所以这次选择672N 其中一个部分也是因为呢 它可以用网络连接线 那我们就可以用NAS把这个NAS放到原硬碟的地方 避免NAS的噪音还有硬碟的噪音来影响我们这边的工作 所以整体来说 X72N这个系列相较先前的X72XT 其实同样维持了高性能的定位 而且拥有非常齐全的连接附 像是USB给的非常多啊 那但是TB3真的是没有那么普及的东西 在Windows上的新机种也没有那么常见 而且TB3的线材也有长度的限制 在整个平衡之下相较之下就会觉得 X72N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 而且又可以透过PCIE扩充需要的连接 扩充上就会比较弹性 那保固方面机器都有原厂两年保固 也可以额外加构三年总共到五年 那同系列的还有872N 也是采用i38100T 如果是比较需要比较多倍数的 可以考虑八倍的 然后再加上两个SSD嘛 这样也等于有十个了 那672N和872N这两款NAS 虽然它定价比较高 但是对于真的会用到这些效能的工作室和公司来说 我们觉得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产品评测使用心得 邀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见